播节目播送完了 感谢收看 再见 再见 但癌细胞是否已经扩散 还要等化验结果出来后才能知道 动物园的兽医对猩猩进行了全身麻醉 然后顺利地切除了已经肿胀 长有恶性肿瘤的右膏丸 以及尚未发现肿瘤的左膏丸 兽医们还取出了猩猩的一个淋巴结 以检查癌细胞是否已经扩散 趁猩猩处在麻醉状态没有知觉的时候 兽医们还给他做了X光检查 为他洗了牙 猩猩是在本月2号被确诊患上癌症的 由于猩猩已是26岁高龄 兽医们认为切除它的全部膏丸 对其健康不会有很大影响